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冲刺期 目前东西部整体局势已经确定 按照妹妹给出的数据计算 凯尔特人锁定东部第一的概率为100% 拿到东部冠军的概率75.8% 夺冠概率59.3% 联盟独一档,而西部这边 妹妹仍然认为,绝境不太可能冲第一 如果快船最终落到西部第四 最近仍有可能在第二或者第三位徘徊 大概率卡住第七的位置 而西部夺冠概率最高的 却是雷霆的13.8% 而西部最大的悬念 一定来自于第二集团的竞争 替护基本上已经提前上岸 今后在概率高达98.2% 他们最大的悬念 是能否反超后勤不足的快船 而国王,凯阳和独行侠三支球队 也能打出接近六成的胜率 相比之下 从二月份至今 一路加速前进的胡人和勇士 到了关键的卡位战 又输了 这样的输球 一场顶两场 说句现实的话 第九和第十 其实在附加赛中 就相当于排跑和炮混 他们必须用一条命去博两条命 而且必须两战全胜才能进进后赛 难度太大了 那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太阳家国王家独行侠家虎人家勇士 五选二 至少有一支超级豪门 连进后赛都进不去 从太阳说起 太阳原本后半段赛程 全联盟最难 而且太阳缺乏组织者 角色球员十有十无的发挥 对于三巨头 特别是杜兰特和布克 帮助并不大 但是 太阳过去四场比赛 假使击溃绝技 主场轻取猛龙 包括科场先翻东部第二的骑士 杜兰特在发力 大绝技轰下35分 八篮板五助攻 大猛龙又是35分三篮板 大凯尔特人45分 十篮板六助攻 大骑士37分 八篮板六助攻 场均38分 到了这个阶段 永远可以相信球职杜兰特 一队不允许球队掉队 而且比较欣喜的是 比尔的助攻比率在提升 真到了季后赛 一旦和绝金相遇 单凭三巨头的单打 绝金防守压力会非常大 还有悄悄发力的独行侠 过去四战全胜 主帅记得之前 一直在给自己挖坑 盲目迷信克莱伯的投射 结果经常导致独行侠内线被打穿 但只要来福利加加福德 两大内线撑满48分钟5号位 东泄其一个欧文轮番 和5号位挡拆 八起进攻 任何球队都拦不住 孤子施比 包括防守最坚韧的热火 而加福德也已经连续命中33球 距离张国伦35球历史第一纪录 支持之遥 当然 独行侠也有不利因素 比如欧文的詹月 比如东泄其的腿筋伤势 但是独行侠已经找到了赢球钥匙 记得断然不会因为一个克莱伯 赃送球队一个赛季的努力 简单来说 独行侠手助前八没问题 太阳和独行侠都认真了 那身后的胡人和勇士怎么办 胡人确实在复苏 最近18场赢下12场比赛 但最近输掉的三场比赛 更具代表意义 一周内两次输给国王 农妹面对打法灵动 加剧被侧影虚晃能力的萨伯尼斯 犹如一拳打棉花上 使不上进 农妹面对绝筋的约基奇 单方拦不住 农卫打不到 队友帮助夹击约基奇 约基奇已经做到想让谁吃饼 谁就能吃饼的地步 波特和咯当数据蹭蹭往上升 设想一下 国王如果一直在西部第六到第八徘徊 绝筋锁定第一 胡人哪怕进了前八 夺不开赛季横扫胡人的国王 更夺不开绝筋 那胡人进后赛根本没有期待上线 更关键的是 高端局拉塞尔相当严重 两场和国王的比赛 一场九中二拿到六分 一场十中三拿到十分 包括之前拿凯尔特人二十中五拿到十六分 拉塞尔能虐菜 但他真不是詹默斯和农妹身边 季后赛的稳定第三得分点 当然胡人仍有机会直接晋级季后赛 虽然希望正变得越来越小 他们接下来的四个主场将分别对阵勇士 老鹰 骑士六人和步行者 他们要利用这四场比赛缩小差距 本赛季至今 胡人主场的战绩是24胜11负 但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是 接下来的六连克对手 依次是熊鹿 灰熊 步行者 狼王 猛龙和奇才 胡人赛季至今的客场战绩只有12胜20负 而勇士的问题更加尖锐 没有酷里 勇士只能是摆烂球队 年轻人一直尽心尽力 几个躺在功劳部上的球员 不是直接避战 就是上场乱打乱投 勇士距离胡人都很远 更不用说去坠冻前面的太阳和独行侠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勇士夺冠概率0.2 拿到西部冠军的概率1.0% 这都比东部稳稳第八的热火 夺冠概率0.1 拿到东部冠军概率0.6 还要高出一档 勇士竞技后赛概率还有37.5% 无人不被看好 只有29.7% 显而易见 哪怕勇士西部第十 哪怕被前八名甩开 甚至被第九名胡人拉开一截 他们依然是美眉心中的夺冠热门球队 要知道赛季开打前 他们和太阳快传世一档 说完了整个NBA的大体局势 我们来聊聊勇士 还有没有可能竞技后赛 勇士在2月初到3月初的15场比赛区间里 拿到12场胜利 虽然依旧西部第十 但当时已经追上西部第八独行侠 其实勇士那段时间的复苏 是有代表性的 克莱去替补 搭档保罗 维吉斯离队后 穆迪踢上首发 就是波杰加库明加加穆第三人 给库里和追梦格林攻防两端注入活力 而且勇士防守效率明显提升 此外 替补士年轻的内线戴维斯 一场比一场惊艳 35分大胜熊鹿那场比赛 短短7分钟内 尚刺给字母哥4个大帽 兼具高小吃饼加运动天赋 而且覆盖面积极大 制霸篮下 但是 40天打了21场比赛 库里先累倒了 就与最近6场比赛为例 勇士二胜四负 152分惨败凯尔特人 库里从第一节就屡屡投出三不战 全场13中2 只拿到4分 完全没有状态 而当库里和公牛比赛中受伤后 缺少库里的勇士 13分完败缺少文班亚马的马茨 库明加一旧充满能量 戴维斯在内险兢兢业业 保罗积极串联起球队 但勇士就是缺少更多的分点 包括关键的第四节 就是库明加一个人在战斗苦撑 包括输掉关键甲位战和独行下的比赛 包括西白公牛 一连串的失利 也让勇士和季后赛渐行渐远 勇士身后的火箭和爵士 没有竞争力 但勇士西部第十的位置 没有任何意义 西部第十进季后赛有多难 克场对阵西部第九 赢下比赛后 继续克场对阵西部第七和第八的败者 只有一条命 需要连续两场胜利 而且都是克场 才能拿到八号种子 这对于勇士来说可能吗 直接说答案 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 当库里倒下后 格尔并没有完全梳理 库明加为第一进攻核心的角色 反而默认克莱各种浪头 大公牛21中9拿到25分 说得过去 主场舒马茨一战 克莱16中8拿到27分 为什么赢不了 因为克莱在场时 被马茨年轻人点名打穿 之后赢马茨 克莱21中8 拿到21分 克莱在场右输7分 舒独行家一战 克莱13中3 拿到8分 第四阶浪头直接葬送比赛 库里倒下后 科尔不相信年轻人 哪怕目的防守效果明显更好 跑动更积极 哪怕库明加手感火热连续得分 克莱上场后 从格林到保罗 找克莱的优先级最高 科尔攻勋篮球理念 真实害了这只勇士 勇士不拒天赋年轻人 波扎加戴维斯加 库明加加目的 虽然身位都不算高 但他们的成长都肉眼可见 唯独是科尔压制了他们成长 以及不相打就不打的格林 库里不在 直接摆烂 篮板球都懒得强 以失误就主动发脾气 个人陷告状 还有一只为敏的维金斯 如果不想被年轻人训斥 就拿出表现 所以处境最糟糕的可能是勇士 虽然他们很有机会培养出一位球星来帮助库里 比如21岁的库明加过去两个月场局20.2分 但他们现在34胜31负 只排在西部第十 而且和西部第八的独行侠之间 有3.5个胜场的差距 勇士很可能最终要通过两场附加赛的胜利 才能锁定一个季后赛名额 这也为库里的冲冠之路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在我看来 勇士早该解散重建了 库里是勇士大旗 毫无疑问库里会终劳勇士 但是未来三年时间里 库里要带着年轻人成长 至于克莱 德林 甚至是维金斯 一个都不要留 这三人确实为勇士王朝贡献很多能量 也足以载入功劳部 但最怕他们躺在功劳部上 克莱为了下一份合同 已经不择手段的自私单打 德林心不在焉 维金斯心死不在球场 本赛季勇士也就这样了 到了今下 重建吧 其实胡人和勇士的衰落是必然 胡人20年夺冠 勇士22年夺冠 但此后这几年 詹姆斯和库里老了 胡人没有补强 勇士却压制年轻人成长 NBA时代真变了 本赛季常规赛上位的雷霆和森琳郎 季后赛经验不足 可能要沦为一轮优的背景板 但是绝技的统治力 包括太阳两位超级得分手 在季后赛拔高上线的能力 都不容小觑 此外就是快船 有一点我缺心 只要伦纳德保持健康状态 快船就具备夺冠实力 争议了阿泰纳句话 伦纳德不是MVP 但他是这个联盟最佳球员 该和詹姆斯 以及库里说再见了